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下午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除了非常罕见的热带风暴带来了瓢泼大雨 在加州与俄勒冈州边界附近 消防人员也在对抗野火 火势在夜间蔓延了大约800公顷 之后又发生了地震 南加州昨天发生的规模5.1级的地震 镇央位于文独拉县奥海镇附近 这场地震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但位于镇央东南方约100公里的洛杉矶市居民 也能够感受到晃动 此外地方官员昨天同时处理了多个紧急情况 热带风暴 希拉里带来的大雨 在当天下午4点至10点之间达到了峰值 昨天在圣巴巴县北部还发生了一场野火 也在持续燃烧 北京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赴南非出席金砖五国峰会 接纳新成员和去美元化是两大重点 中国官媒指出这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有力的回应 美媒则报道 金砖五国峰会展示蔑视西方利益主导的全球秩序 包括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等五国组成的金砖峰会 22日至24日将与南非首都约翰尼斯堡举行 习近平将亲自出席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今年第二度出访 俄罗斯总统普廷因被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逮捕令 预计将透过视讯与会 另有大约50位金砖五国的成员国领袖 已经证实将会出席峰会 包括伊朗总统莱希和印尼总统佐科威 目前至少有40个国家表达有兴趣加入这个集团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这次峰会包括金砖机制扩原和去美元化 是最受关注的两大重点 其中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有意加入金砖国家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有利的回应 纽约消息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今年5月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曾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数据泄露事件 包括员工个人信息在内的大量保密信息 以及客户投诉记录在这次事件中被流出 近日特斯拉向员工以及美国执法部门 通报了这一次数据事件的规模以及原因 根据报道 特斯拉是在今年5月10日从德国媒体 德国商报那里得知了这场信息泄露的事件 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 被泄露的信息数据多达100个G 里面不仅有大量在职员工和前员工的个人信息 包括特斯拉大老板马斯克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在其中 也有客户的银行信息等个人信息 还有2400条对特斯拉车辆突然加速问题的客户投诉 以及1500条对刹车问题的投诉等等 特斯拉如今通过调查发现 这些信息是被公司的两名前员工违规获得并泄露给民体的 有超过75000人在这次事件中被影响 特斯拉还说公司已对这两名前员工提起了诉讼 并会致力于保护好个人信息的 华盛顿消息根据国会山报的网站等媒体报道 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孙子乔什昨天透露 98岁的祖父以及96岁的祖母罗沙林正处于人生的最后一章 今年2月卡特在经过了一系列短暂的住院治疗后 决定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 乔什表示家中一直有人陪着卡特夫妇 他已经快99岁了 但完全理解他收到了多少祝福 也感受到了爱 罗沙林也明知道自己患有失智症 在很大程度上 他人知道我们是谁也能够记起新事物 乔什说整个卡特家族都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准备 很明显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章 我很可能会在失去祖母之前先失去祖父 因为他正在接受临终关怀 而罗沙林没有 卡特于1976年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 也是目前美国最年长在世的总统